大家好,又是我小失 今天和大家介紹的 就是這三對Akustun耳機 Akustun的品牌來自日本 其實之前在我們 forum 都非常之多人喜歡的品牌 今天我們就收到這三對不同級數的耳機 就是他們之前代數的一些新款的耳機 包括有1657、1677和1697 因為這三款耳機 之後會在耳機版的Headfire討論區 讓大家回到第九季 讓大家借這三款耳機 自己慢慢試 然後在 forum上和大家分享的聽感 所以現在小失就和大家介紹一下這幾款耳機 大家還未訂閱我們的頻道 請訂閱我們的頻道 按下小鈴鐺 分享這條影片給你的朋友看 然後令我們更快踏上十萬之路 有一個CM的計劃 就是將它們的耳機爆開 然後做CM耳母 而這三款耳機 亦都可以做到這個環節 這隻1657是4800元的建議零售價 亦都是用第四代MirrorX的動圈單元 10mm的動圈單元 亦都是針對Hi-Res 而設計的 那個環圓力相對比較高 靈敏度達到110dB 左礦達到24噸 另外亦都配件跟著ARC51的耳機線 非常棒的耳機線 怎樣正法呢 待會跟大家說 這一個有雅黑色和金色 1657雙體連導管都用上不鏽鋼 在高音伸延和穩定性上 大家可以想像得到高鋼性更加強橫 它亦都是用上第四代10mm的MirrorX的動圈單元 就像剛才那隻1657 同一款單元 不過雙體不同 大家可以留意到 1657和16M7 其實都是用上現在最新的Penacon Ear的一個連接 不再用MMCX 好處是傳導位大一點 而且緊緣度比較好 對於這個傳導性就會做得更加好 而最後一款就是我最想試的 1697 Ti 官方零售價達到7800元 它是一個雙層的金屬外殼 泰金屬雙體內部的設計 它是用了10mm的MirrorX Composite 一個動圈單元 加了少許金屬物料 令到它的高光性更加好 在最高的伸延可以做得更加精準 以及分析力可以做得更加好 亦都是110db 24 噸 這三款耳機都跟著原廠的ARC51耳機線 這支耳機線 其實是一支導韻OFC 和OFC 同編織而成的八芯線 好處是在聲音和變攜性方面 可以取得平衡 現在不如我再用這支3.5mm耳機線 試一試它的效果 我們先試一試這個1657 Penicone Ear的耳機針 相對會比較粗 而且會凸出來比較多 它其實是在MMCX上演變出來 好處是沒有MMCX的耳機線 或者耳機頭 很容易出問題 而且接觸點大了 傳統性會好一點 所以現在 所謂的ARCOOSTONE耳機 新這一代 全都是用上新的插頭 耳機的針是粗大了 其實插下去會順滑 順滑了之外 而且拔的時候 亦都不需要用太大力 相對就不容易弄壞耳機 今天小室會用一隻Sony的黑磚 跟大家試一試這隻ARCOOSTONE 1657的耳機 本身這隻耳機帶上去 不算是隔音 隔到空氣的聲音 但我自己說話 其實那個FITBAT也有在 黃潔那一隻BSD SACD系列是非常好聲音的 這隻碟的好聲之處 在於錄音的爭實性很高 好像你會聽到黃潔 樂手 他們在同一個空間錄音 現在我聽到 今生無悔 低頻量是非常滿足到你的 而且黃潔的聲音都很清晰 不會因為低音多了 而犧牲了中高音 而在歌唱的時候 其實後面有很多結他聲 他都可以呈現得到分析力 音樂感也是很棒的 這個和我以前試的ARCOOSTONE 那種超高分析力的感覺很不同 這個1657 真的不錯 以它的質地和4800元的售價來說 其實黑磚推動它的時候 都完全不覺得有任何腳軟之類的 算是挺容易推的耳機 老實說我自己是挺喜歡的 尤其是聽流行曲來說是不錯的 我們試一試一下 這個Penicron Ear很大 一帶上去的感覺好像有膠墊 帶上去明顯地有一份冰冷的感覺 是進入了我的耳朵 那我先聽同一首歌 一開始聲音的厚度是有明顯地的分別 爽快而緊密的低頻 但是會輕生了很多 電子結他的聲音是大了很多 在層次感上是高了的 哇 但是它王傑的聲音就很棒了 明顯出到王傑的聲音裡面的一些細節 即是很冷冰冰很冷靜 而且很高分析力的一種耳機 那些結他在那個細節上升了一個級別 而王傑的聲音就聽得出那種淒慘 這個跟剛才1657的分別都頗大 這兩隻耳機的性格都非常非常鮮明 如果你是喜歡低音的話 1657就絕對會適合你 但是如果你是不喜歡低音的話 1657可能你會嫌多 但是如果你是喜歡超高分析力的話 這個167是絕對適合你 但是如果你說我喜歡聽Disco 這隻就沒可能適合你了 這隻的聲音是沒可能打到Disco出來的聲音 而我最想試的1697這隻耳機 究竟又會是怎樣呢 這隻1697戴上的耳朵有少少冰冷感 先聽回這些壽司 做到1657的細節 而且它有1657的低頻 但是薄一點點 即是它會拿回中間位 聽到王傑的聲音 聲底厚回 後底聲多回 滋潤的感覺也好回 它是拿了1657和1697的中間那一層 但是會升了一個level 即是無論是低頻高頻 以及人聲的中頻 它都是升高了一個level 後面的結他聲都是會黏密 所以幾有它們三隻耳機的分別 再找一首歌試試試試看 不如先試試看 找一個鬼泰鼓聽一下 我有一隻DST 2.8版的鬼泰鼓 現在這一段是一段Dex聲 聽到後面的背景音 聽到背景音 很深沉 聽到鼓時側面的聲音 都很清楚聽到 以及錄音 亦有錄出它的空氣聲 在耳機也聽到很恐怖 但它不是好像有一個SWUFAR 它是一种油润的低频 耳机单元感觉会上动 这次它最喜欢的 你听到里面是很繁忙的 但它繁忙得来 它所有的细节是给你听 尤其是后面有些夹仔在喊 而在这一只1697上面 就会听到它们好像在我的右边 和在我的左边分别在喊 现在我的音压不太高 我只是用到85 而且是一个低频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之易推的耳机 可以比较我刚听的声音之外 最重要是它可以出回首歌里面的所有内容 而是稳定的 而是一个没有走样的声音 这个真是不得了 非常之不错的耳机 而且声音的效果是很容易令到你着迷 这个声音 好了,我们试完这个3.5之后 自不然就想升一升 它同厂也有2.5和4.5的耳机线 包括了ARC 51 和ARC 52 和53 52是2.5的平衡 53是4.4 价钱方面 价钱是1,380元的2.5 和480元的4.4 可以看到 它连耳机线都会有一个很漂亮的盒子 这一条就是4.4 4的头 其实它的线身偏积 都是8心线 而且材质也是一样的 是导银的OFC筒 和OFC筒 但是因为头部不同了 其实已经是另一件事了 我现在就立即更换 试一下 1697 以前我们玩MMCX 线 以前我们玩MMCX 线 有时候脱头 能够胆死 是脱到又要鸡餐 又要叫救命 因为有些耳机的头部 做得不好 其实在脱的时候 它有机会吃得很确实 你的耳机的机身 其实都是金属 或者是很滑手 有试过是真的脱不到 脱到一条线都烂了 现在这个Penicron 是完全对白板的 4.4 在我的黑砖上 又会给出什么效果呢 因为有时我看到 街上有些师兄 刚巧坐地铁或巴士 看到他们 有时就觉得 哇 抽东西很厉害 抽耳机线 又黄金 好像绿神合体 但它的抽线 真的一串金链 放在脖子上 其实我觉得是挺辛苦 这一条很不错的八角线 就可以拿到平衡 听一听 Winnie Houston的 I have nothing 依然是用低镜的听 音压就是68 我挺喜欢 这条线换了之后 它中间的音乐 那些钢琴声 是好像很弹手 Winnie Houston的声音 固自然是正 但是 比我感觉到 它出来的配套配置 不是很厚 但是 很細緻 去到爆棚的位置 明显听到 他的人 就算唱到多尽 耳机都很轻松 不如我又听回 刚才王杰 今生无悔 听一下 分别 在3.5和4.4中间的分别 整体的音场是结实了 焦点更加完整了 刚才也是一个大的音场 但是现在 缩小了一点 但是声音更确 黑砖最高的音额是120 现在我是一个低驚 去到91 所以都算是 没什么太大分别 在推力上 是要大声一点 现在听到的 掃琴弦声 明显的质感是丰富了 王杰的声音是入耳了很多 这款碟为什么 会那么多人说 是不错或者漂亮的声 因为以前的录音 其实会轻轻 有一些echo 在人声那里 我们的这关的对手 也知道 们都是erecho 很有个人 不错 但这种更高的音音 的光 Advent 通常都会生寂寞一些的一个echo 可以让他们的声围 让音频宁 凤少一点 在这个4.4和1697 这种组织上 我觉得这个echo 让人们觉得华丽 令旺杰把声和音乐配合 高位感会慢慢滲出 这个是不错的 当然换了一条平衡线 机器亦有帮助 这三款耳机 除了听我说 也可以在耳机版上 会有一个实施计划 可以给大家申请 这三款耳机 看大家喜欢申请哪一款耳机 当然这三款耳机各有性格 如果你喜欢POP 我建议是1657 如果你喜欢玩古典音乐 喜欢听Rowling 喜欢听吉他琴弦声 1657可能会适合你 但如果不是我供顶 我需要申请1697 当然1697每个都想要 未必有机会可以安排到 但不要紧 大家可以先申请 你喜欢玩哪一款 接着会有同事联络你 在下面留言区 应该会有一个游戏贴 大家记得回到我们的forum 做会员就可以申请玩 今天这三款耳机 一门三截耳机的分享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这条影片 请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和订阅我们的频道 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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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赞